通过参与这场疫情的一个考验吧 对自己的工作的价值 可以有了一个更深滑的认识 我从来没有想过 就是全世界的人 真的会眼巴巴地盯着这个疫苗的问世 我要把我所能够做的东西 最大的转化成功 能够为国家 以及为人民的健康服务的目标 武汉加油 祖国加油 我叫黎浩 我是一名从事新发突发传染病 流行病学研究的科研人员 我是张梦瑶 我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是 病原微生物和细胞生物学 科研孤独这一块可能偏孤独一些 因为你是在跟一些你摸不到看不见的病员打交道 一个是解决重大科学问题 一个是解决重大急需 面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时候我们能够很快地鉴定它拿到这个病原 那么才能为后续的抗体检测以及后面的疫苗研发做好前期的铺垫工作 进入战事状态军人肯定第一时间要去到前线去 大年初二 一月二十六号早晨接到我们所领导的电话 然后问询我愿不愿意去武汉参加这个抗议工作 我当时毫不愿意地答应了他 陈院是突然给我打电话说 孟瑶说前方人手还是比较紧张的 我是十点多接到电话 然后中午一点我就已经坐在高铁上了 就是上了车之后发现整个车厢竟然就我一个人 然后拿着那个单位的介绍信我找到列车长 我说我要去武汉出任务 我说你看能不能武汉就是到时候就这个停一下 然后让我下车 然后我没想到那个列车长就巴就给我进了一个军礼 然后就说我曾经也是当兵的 说小丫头你自己一个人上前线要照顾好自己 就是我没想到的是 就是我路过那个一列列的车厢 然后每一个列车的列车员都向我进军礼 那一瞬间就是我真的是觉得我身上的这个摄影军状 它代表的就是老百姓对你的那种期待 然后因为这个病人的不断地增加 对病人这个进行核酸诊断的确诊 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破解的需求 当时的形势还真的是挺严峻的 做不到因减减减做不到因收进收 这个病毒的这个源头你控制不了 面对着不断地化的样本 我们感到可能我们有六个人能搬倒都无法完成这么大的检测量 陈安是真的是特别有大爱情怀 他就当即立断就决定说所有的人手头的工作 其他的任务全都放下 把核酸检测作为首要任务 就是露洗袖子两边倒 把它不能停让它转起来 那么很快的我们能够达到日渐两千人份 作为一个从事传媒科研人员 我非常希望自己的所学能够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得到应用 能够做出自己一些贡献 2020年的2月14号我在方舱写的《入党申请书》 确实是我当时在那样的情况下的一个真情实感 就是在情人节的这一天 我可以说是表白我的祖国 表白我的战友 表白我爱的人 老党员们在前面冲锋一线 对我有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觉得应该加入这么一个先进的组织 只有在关键时刻冲得上去 危难时刻活得出来 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今天一号同志张孟雅同志 成为我们共产党员的预备党员 对你们两位同志来说 不仅是一个身份的转变 更是一种责任的担当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我觉得这是一种荣誉 是一种让我每次想起来都能够觉得很自豪的一件事情吧 我入党宣誓的那一天 同时也是我们的疫苗 一切临床开启的那一天 当时其实可以说 我们就是我们是世界第一针嘛 大家心里都特别醒 可以说当时是打了一个阶段性的胜仗 虽然我个人的工作很普通 工学也非常有限 但是千千万万不同岗位的人员 大家都在岗位上无私地奉献 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我自己能够成为这其中的一员 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和骄傲 我觉得我这一路走来 确实还是挺幸运的 就我身边的这些老党员们 教会了我什么叫做大爱和大义 同时我的战友 他们教会了我什么叫做清澈的爱 只为中国 我觉得面对这个 不如前来的这个新冠疫情 全世界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吧 我们国家的科学家非常有担当 我觉得就是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 这个在疫苗身上 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投影 太阳了 这种 compliment 也有一个人在凍之后 是一个人的感情 预安排kannt